感谢大家来参加我们全书制药实修班 非常诚惶诚恐 虽然任波每周都有很多的课程在讲课 但是参加我们这样的高端的学习班来上课 确实是非常非常诚惶诚恐 不敢当 受法师的旨意 要求我在我们的师修班里面 跟大家一起学习一下群书制药中养生的智慧 法师说您在养生方面 中医方面算是个专家 可以跟大家来学习一下 但是我自己认为 任波自己知道 在传统文化的静音当中 学习当中 我确确实实跟大家相比 差距是很大的 没有大家用的这么多功夫 但是师长命不敢不从 我就从我自己的专业方面 从我们群书制药中修齐 制凭的智慧当中 所涉及到的养生方面的张具 来跟大家一起学习讨论一下 咱们中国古人在养生当中的这样的智慧 在讲解过程当中 有任何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 也请各位市长及时的指出 我们及时修正 谢谢大家 那我们就进入我们的学习 我汇报的题目呢 叫群书制药中的 养生智慧 好 首先呢 我们看看我们古人 我们中医 怎么样对人是一个什么样的认识 学过中国传统文化的人 或者是对中医有个基础知识的人 就会知道 我们中国古人呢 把人分成三个部分 行 气 神 一个生命是由着三个部分组成的 行呢 就是我们的肉身 形体的结构 我们脏腑 这些外在的内在的这些结构 包括中西医的解剖的组织器官 这一些类型 那么有个气 这个气呢 西医解剖就没有了 现代科学认识不到 什么是气 这是我们中国古人 独有的一个内容 在古代的亚洲的这个医学当中 比方说在飞托医学 古印度的飞托医学 他也有对气的相关的认知 但是西方的医学呢 他就没有这个内容了 再一个就是神 神是什么呢 现代的医学解剖 也不承认有这个神的存在 西方的医学 早期的医学 和我们的东方的医学 都承认这个神的存在 这个神 我们现在对中医的解读 比方说我们在大学里面学的教材 它分为两个部分 一个是广义的神 一个是狭义的神 广义的神 就是指我们身体的功能 我们心的功能 肺的功能 五脏的这些功能 加上我们的精神意识 就是我们对事物的认知的这个思维 他把它叫做这个神 狭义的神呢 就是我们的精神 我们的灵魂 就是从我们佛学来讲呢 就是我们的心识 我们的心识 这是一个狭义的神 它概念比较窄 放在这里边讲 那么中医对这个神呢 它是这两个部分 完全是在一起的 一定是有精神意识 一定是有我们的灵魂存在的 我们中国人都知道有灵魂 没有灵魂 你就不成为一个人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 丈夫的系统的功能 而不是指单一系统的 单一丈夫的功能 比方说我们讲心主神 那么心就是心的系统 我们讲人体有五大系统 心肝脾肺肾 这五大系统 每个系统都主不同的神的一部分 但是呢 心为神之大主 是一切的精神都是由心所主导的 而中医这个心呢 并不是单止我们的肉团心 像我们学佛都知道 一个肉团心还有一个心实 中医的这个心主神 就包括这两个方面 既是肉团心又有心实 这一个方面的内容 那么中医的心呢 还主血脉 我们的血脉就是西医 所解剖的这个血液循环系统 那西医的解剖的循环系统 它没有主神这个地方 他们认为神都是大脑的功能 而中医在历史的发展过程当中 有两个心主神 还有脑为神之府 脑为神之府 他就把这个神 有两个部分 神所在的地方 所主的地方是我们的心 像我们心心念念 心有所属 这就是我们的神 心神 而心神产生的部位 作用的部位是在哪里呢 在脑 它通过脑来产生 我们一切的思维啊 一切的分析啊 都是通过脑 这个器官来产生的 我给大家在讲课的时候 我说这个心呢 就是我们的主导的思想 就是一个人 这是我们的人 这个脑呢 就是我们电脑的CPU 它是来通过我们这个心的主导 然后呢 这个CPU按照你的指令 来去做分析 推导演算 产生各种各样的 事情出来的 所以说这个神呢 是中医对他的认知啊 是非常全面的一个 那么气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 中医的气 一个是呼吸的气 一个是胸中之大气 也叫中气 脏腑之气 经络之气 那么整个的气呢 中医也有的说法呢 就是脏腑功能的一个反应 内在脏腑的功能 以及脏腑功能在体外所产生的这种现象 比方说我们的面色红润呀 有光泽呀 这个神采飞扬 神气 非常有神气 这个气就出来了 气呢 如果表现得好了 就看到一个人的内心的世界 内心的状态 也会显现你这个身体的功能状态 那么这个气 你要想去描述它 抓到它是很难的 它是 行是有体的 有质的 像我们中医啊 这个行是有质的 包括我们 精气神也是这样 精也是有质的东西 是物质的 他首先承认 这个世界是物质的 但是世界又是精神的 所以行和神 我们中医一直认为 一切的人 如果要是一个正常的人 有正常生命活动的人 一定是行神合一 这两个要合在一起 和泄的 谁把它和泄在一起呢 就是这个气 我们在讲经络系统的时候 经络是什么样 经络是一种看不见的 无形的结构 前星期天的时候 我们在 英国一个很著名的 一个庄园里边 叫大西庄园 就是傲慢于偏见的 拍摄的地点啊 我们刚刚开了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 国际性的会议 我们就讨论了这个 有个师兄呢 专门在研究 这个经络的解剖结构 那么经络解剖结构 有没有 没有 它不像神经 血管 这样一个固定的结构 中医的经络的解剖结构 就像我们房屋一样 我们需要一个房屋 就要建造四周的墙壁 盖屋顶 那么这个结构 空间 里边的空间 就是气所通行的地方 像我们结构起来了 来把内外的气 割开了 外边的气 现在是寒冷的 内在的气 是温暖的 外边的气是流动的 内在的气呢 相对是安静的 所以说经络系统呢 像我们每个桌子 每个桌子之间 又形成了一个通道 人与人之间的小的缝隙 这又是通道 我们中医的经络 就是这样 在结构形成了以后 它为了让结构产生功能 而在这个里边运动的 一种能量 你可以是风吗 不是风 它是一种能量体 那么你想找它的捷报 从现代科学去找它的结构 是找不出来的 但是它确确实实 是有功能存在的 这是一种气 那么这个气呢 它就是把形和神 结合在一起的一个物质 我们可以把它称作物质 在我们中国古代 传统的智慧当中 气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中国古典哲学的概念 就是气一元论 一切的物质 世界就是从气开始的 它的世界的起源就是气 这个气是不可分割的 就像我们 这个佛法所说的气 这个一切世界都是心想所生 它是有功能的 气既是物质的 又是精神的 是两面性的 是合一的 这是一种物质 那么我们这个经络系统呢 也要从它的功能结构来讲 它就是把我们的神 和形结合在一起的一个东西 所以说气 在相当于一个中间体一样 在我们的生命活动当中 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 还有这个气 我们在前段时间 我们一起共学 这个中医 刚刚开始讲学的时候 我们讲生命的来源 我们都知道 从佛法来讲 生命来源要有三个因素 一个是有投胎的灵魂 这个神室 第二个有腹筋母血 这三个结合在一起 结合在一起了以后 它就产生这个受精卵 受精卵分解 这个细胞分裂 进行进一步的组织生化 那么这个气 就是它的一个原动力 这个气 就是搬运这些分子物质的 结构的一个能力的一个东西 所以气是一个中间体 我们精神受到了刺激 受到了损伤 比方说婴幼儿时期 受到了惊吓 受到了惊吓以后 它首先让气产生作用 神的这个比方说 受到惊吓以后 它直接会影响到肾气 肾气亏虚 肾气亏虚以后 它就会再进一步的影响到形体 影响到肾的功能 它是一个转化 精神的刺激 我们生气了 生了气以后 气瘀 肝瘀 气质 这是最基本的一个中医的理论 气瘀 然后再行到身体上面来 作用在肝脏和肝脏的系统上来 慢慢的胸斜脏痛 有了形的病变 先是精神的病变 然后精神的病变 导致气的迅速的凝结 然后再到这个形体上来 所以说这个形是一个中间 气是一个中间的结构 或者是中间的一个转化的一个方面 在中医我们的理念当中 这是就是因瘀治病 精神刺激 这个瘀了 气瘀了 然后治病 导致形体的病 翻过来呢 也有因病治瘀 形体的疾病 突然间出门 出车祸了 形体的结构出了问题了 躺在医院里边 心情不好 逐渐逐渐 形体不能动了 产生的瘀血 气血不通了 然后精神就逐渐逐渐出问题了 这是因病治瘀 那么它的中间呢 都会通过气 来做一个过渡的阶段 所以说在调节身体的时候呢 这个气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下午的时候 或者第二节课的时候呢 我们还会跟大家 结合大家的提问呢 跟大家讲解这一个内容 那么身体长病的时候 会有哪些疾病呢 在原则上呢 我们会分三大类 一个是生病 生病就是形体的疾病 有四大不条 比方说我们佛法里边讲的 四大不条 然后饮食不节 通过饮食来长病的 起居适宜 睡眠呀 作息的时间呀 这一个方面来导致的疾病 再一个劳眷内伤 过度的疲劳啊 精神方面 身体方面出的问题啊 出现的内伤 导致的疾病 再一个就是心病 就是精神方面的病啊 首先 心和神 这两方面都可以治病啊 气情内伤啊 这个气情内伤啊 这个气情内伤 都是与性格相关的 我们现在研究心理学 无论是西方的心理学 还是中医的心理学 中医心理学 我们这个学科 起步比较晚啊 我们这现在真正建立 中医心理学这个学科 有不到二十年的时间 我现在呢 是我们 市中联中医心理学 分会的一个副会长 我们大家一直在 这几年当中啊 就努力的想把中医心理学 这个学科建的更加 完善一些啊 现在呢 还有很多的内容 需要补充和完整 那么结合中医的心理学 和西医的现在的心理学 我们都会发现 那种气情内伤 包括我们现在 所受的一些伤害 都与年轻的时候 婴幼儿时期的 这个精神创伤有关系的 西医叫trauma 这个精神内伤 创伤是有关系的 所以这个原生家庭 是对于一个人的成长 和内心的成长 以后你的精神状态 是不是健康 起到最关键的作用 这也就是今天这个课 我们要论述的一个 点 再一个就是社会环境 我们长大了以后 开始像幼儿园呀 小学呀 高中啊 大学呀 工作呀 这个社会环境 西方的心理学通过发展 从一代一代的 去进一步的发展 从性格致病 导致了说这个青春期以后 性格就固定 这个弗洛伊德的观点啊 然后进一步的发展 就是说成年期 性格也是可以改变 可以发展的 老年期性格也是可以改变 可以发展的 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根据啊 也是我们传统文化的精神 也是我们中医的精神啊 所以说现代一 现代的心理学呢 它也是在不断的去完善的一个过程 它的起步比较晚啊 虽然它在这个很细节的方面 做了很多的工作 但是宏观方面 还是我们传统的 像佛法的这个心理的研究 就是到现在为止 像老法师所讲的 没有一个学科的心理学 能够超过佛法的心理学 包括我们儒家的道家的 它都不行啊 但是呢 我们儒家的和道家的 也至于千瞻性的宏观性的 这种心理的研究啊 我们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再一个就是我们 迷信说一点 就是鬼神业障导致的疾病 现在医学基本上不承认这一点 但是中医是相信这一点的 我们的老百姓都会相信这一点的 佛法更是相信这一点 那么这一些呢 是与我们的心形业力有关的 所谓的心形 就是我们心有所想 心有所做 通过我们的心口意 去造作了这些东西 到下意识的时候 或者这一世的时候 就受到一些夜暴 来导致这些疾病 夜力 这就是双方的夜力 再就鬼神 我们在一些场合 去触犯了一些 山神呀 土地呀 或者一些护法神呀 或者一些什么呢 导致一些 受到一些惩罚 这也是鬼神病 我们去扫墓的时候啊 说话呀 行为呀 不检点呀 被一些游魂所冲撞 我们说撞客了 老百姓就要撞客了 那么这也是鬼神有病 有关的一些疾病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遗传病 在这里没有写上 遗传病 我们家族的夜力 就会随着这个遗传来产生 父母有什么病 像我们西医所讲的这些 有心脏病的呀 后代可能会有相关的一些疾病 高血压的 糖尿病的呀 这些相关的遗传疾病 与基因遗传相关的 那么这都是与夜力有关的 家族夜力有关的 那么像我们算命啊 算命为什么能算得准呀 它就是一种基因表达 我们人在出生的时候 你的基因排序 基因序列就已经完全的排好了 到了一定的年龄 这个基因就要表达出来 就要在你身体上形成一些疾病 在你的工作当中形成你的运势 你的周围的环境 你的人际关系 到了哪一年 你需要碰到一个什么样的人 这个人会你的人生 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到了几岁的时候 你需要结婚 你碰到几个女人 这几个女人会对你的生活 你的婚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都是提前预设好了的 都是基因的排列 我们基因呢 现在的研究 只是在于生命这一方面的研究 而在另一方面的研究 还是很少的 这就是我们中医的业力相关的 我们来到这个时间 都是提前预设好了的 能不能改变 能改变 就是我们知道了 才能改变 知道因果了 想去改变的时候 才能够改变 这也是我们这节课 要提示的一个内容 好 我们就进入我们养生的正题 那么什么是养生呢 养生就是根据我们生命发展的规律 而采取的能够保养身体 减少疾病 增进健康的 延年益寿 而是延年益寿的这样的一些手段 所以说这个很重要 根据生命的发展的规律去养生 儿童有儿童的生命的规律 青少年有青少年的生命规律 中年人有中年人的生命规律 老年人有老年人的生命规律 他们要在不同的生命阶段 要按照不同的规律去养生 不同的特点去养生 养生千万是不能千篇一律的 这是非常重要的 因人制宜 因地制宜 这是非常重要的 再一个就是养生的方法 传统上我们中医的养生方法 是通过第一个养精神 第二个调饮食 第三个练形体 第四个皆视欲 第五个视寒温 主要是这五大系统 来去实现的达到这样的减少疾病 锻炼身体增进健康 从而延年益寿 达到这样的目的 这个排列的顺序 大家也可以看到 养精神是我们养生的第一要素 后边的饮食 形体的 练形体 我们运动 修炼 这是另一个一方面 鸡饮食 就是我们的饮食习惯 饮食的方法 室寒温 就是我们要根据四食而养生 每天的天气的变化而养生 还有呢 就是包括了我们的起居 睡眠 这是养生非常重要的一点 那么在我们这本书当中 群书之药中 修其治平的智慧当中 有共四大章节 分别是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 那么在这里边呢 在第一部分 在修身里边的最后一部分 鬼健康养生 里边有三段经据是讲我们养生的 集中讲养生的 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养生的指导原则 就是 置身 太上养神 七次养行 这是一个指导原则 后边的 其他的呢 反而是养生之末 那么他明确的指出了养生的关键 就是养生 所以说 在其他的四个篇章当中呢 特别是在修身 齐家 这两个当中 分别对这个养神 做了一些论述 很多观点在这里边 其实啊 我们的养神 修身养神 不只是在修身齐家里边 在治国 平天下里边 是也是存在的 说明呢 这个修身 是我们养生的根本 也是我们 出生立命的根本 修身 首先是我们自我的修养 精神思维道德的修养 这是我们自己的事情 齐家 就是在家庭中做修身 在我们的五轮关系中修身 治国 就是在大的环境中修身 就是在我们的单位 工作的单位当中修身 在我们的社会团体当中修身 大的官员 就是在治理国家当中修身 平天下 就是我们自己 在五湖四海去修身 不同的 像我们在海外 在不同的种族之间 去修身 建立这种关系 所以说修身 并不只是我们一个人 在某一个阶段的事情 而是贯穿在我们整个事业 整个生命当中 时时处处都是在修身 所以这个养精神呢 也是我们要时时处处 都是要养精神的 好 我们看一下 在这个三个三段金句当中 91 92和93 这三段的金句 他们分别的对于我们这个养生 提出了一些方法 我们可以把这个顺序呢 做一个调整啊 首先我们看第92 第92 治身太上养神 七次养形 先说这原则 治身呢 就是调理我们的身体 来和解我们的生命 太上养神 就最上的方法 最重要的方法 就是要养生 七次是养形 看我们已经把行和神 分开了 行 神是主导我们生命的 最主要的东西 所以说太上养神 后边接着讲 神清一平 百节 百节皆宁 养生之本也 只要你的精神 非常的平和了 意识非常的清静 那我们的身体 就不会有问题 所以说这是养生之本 那么神清一平就怎么样 我们的气就通顺了 没有淤结 没有亏损 所以百节皆宁 百节呢 就四肢 百节我们的身形 就这样 内在的脏腹 肯定也是安宁的 养生之本也 后边呢 肥肌腐 虫 通 腹肠 开肆育 或者叫做共肆育 养生之末也 也就是说我们饮食方面的养生呢 只是一种辅助的手段 末 就是末节 次要的 所以我们的饮食 对于调饮食 对于调精神方面来讲呢 是不显得那么重要了 这是他的一个根本的一个原则 那么我们再看九十一 和神气成思虑 也是养生 把神和气要调在一起 成思虑 控制我们的思虑 调节我们的思虑 后边呢 避风湿 避风湿 这就是四食养生 现在这个季节 我们这个环境 开始风比较大 寒比较多 湿比较重 叫避风湿 大家出门的时候 要戴个帽子 披个衣服 这就避风湿 四食 根据四食来养生 节饮食 就是九十二所说的 肥鸡腹这一块了 饮食不能过度 要有节制 适适欲 我们的所好的东西 要适当的去做 不能过度的去做 词受烤之方也 这才是长寿的一个方法 就是把调精神 调饮食 就是我们一开始 讲的几个方法 全都说出来了 所以后边接着讲 调和 翻译出来呢 就是调和精神气息 这个气啊 翻译成气息 不是很全面 把神和气进行调和 来节制我们的思虑 而不是说要克制我们的思虑 克制呢 由人为的亚制的意思 这个调制呢 是自我的协调 后边我们会讲到 人为的去改变 人为的去压制 只能让个体产生更多的愚 心情的郁闷 而自我的调适 我知道应该这样去做 我主动的去做的时候呢 它不会产生这样的愚 虽然都是在调节一个问题 试欲 小孩特别喜欢吃肥肉 妈妈说不能吃 吃了以后你长胖 小孩闷在那里了 不高兴 他还是不吃了 小孩如果是知道了 我肥肉吃多了以后 我会长胖 我的身体也不会好 我要主动的减少一些 他会很欢喜的去吃一点 后面就不吃了 虽然结果表面上看 结果都是一样的 他吃的肉少了 但是他产生的作用不一样 我们说饮食是什么呀 吃饭吃的是心情 我们 西前 不骂子 吃饭的时候不能去教育孩子 教育他 一教育他 郁闷起来了 吃饭 先把疲惫 抑制住了 他肯定 进食不好 营养就 出问题了 心也出问题了 床前不骂妻 要睡觉了 你去责骂妻子 夫妻关系出了问题了 一晚上妻子就郁闷 第二天起来 又头疼 又恶心 又吐 就产生问题了 所以说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些智慧 都是有方法的 所以是要事事与调节 尽量的去自我调节 不要控制他 我们老师经常讲 不要控制 不要控制 要让他明白道理 让他主动的去做 我们要去引导 然后第93 就是详细的说明 这些91和92 这些指导原则了 目之所好 不可从也 而之所乐 不可不慎 我们呢 原文 另外的原初处呢 就是不可不顺也 不可顺也 而之所乐 不可顺也 逼之所喜 不可认也 口之所示 不可随也 心之所欲 不可重也 不可知也 这是先告诉我们 这是我们的五官 我们的翘 我们说 终于讲五官七翘 我们这些口翘 翘 都是与五脏相通的 五脏相通的 后边又讲到 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做 比方说 故祸目者 必亦荣先早也 祸尔者 必焉音音声也 祸笔者 必指慧 丰富也 祸口者 必真修加指也 祸心者 必势力功名也 来 这五祸出来了 然后在后边 五祸 无者 必祸 自祸 成之祸 则祸成之祸 为身患者 微信乎 就出了问题了 事宜 其疫情也 具乎 第一房之背绝 其欲信也 过乎 俯配 之成奔 故 能内保 用年 外眠 信雷 那么后边 这个翻译 大家可以看一下 可以看一下 我们的课本上面 都有这一个 我们就翻回来 再看一看 古人 对我们 这个所嗜好的东西 是怎么来 教导我们的 木质所好是什么呢 必是 易容 先早也 一定是 一个男的 小伙子 看见一个漂亮的美女 打扮得很漂亮 然后穿得又很华丽 就目不转睛的看 走了以后 不小心 嘣 装的电影杆上来 这就是 看一个不够 再看一个 再看一个 完了去怎么了 固惑木质了 他就霍木了 我们的眼所观的 你逐渐逐渐 心神进入进去以后 你就不能自拔了 慢慢慢慢 就让自己产生迷惑了 最后的结果 从木 霍到心 我们的木 本来这个五官 我们都知道 木这个器官 和我们的眼根 是不一样的 看到的东西 和我们 我们马上就反映 直接在心里面反映 美好的东西 马上就反映出来了 所以说不能让自己迷惑 沉迷进去 不能沉迷进去 而耳之所乐 是什么呢 比烟音 音声也 每个人对音乐的 嗜好是不一样的 情质比较内向 压抑的人呢 就喜欢比较低沉的 舒缓的音乐 他就一直喜欢 听这样的音乐 比较兴奋 奔放的人呢 就喜欢高昂 这种快乐的音乐 蹦迪啊 去做什么 就喜欢这样的音乐 这样就是偏好了 我们治疗很多 抑郁症的病人 心情不好的病人 我们要怎么办呀 逐渐逐渐 从他所好的 这个低沉的音乐里边 逐渐给他加入一些 欢快的音乐 慢慢慢慢 让他的心神 引动起来 让他气机流通起来 长期的低沉压抑 气机就会淤滞起来了 欢快的音乐 就像水流一样 哈啦哈啦哈啦 在那流 他就会气机跳动起来 流软起来 所以说 你老是好色的人呢 就是这个 咪咪之音 就特别喜欢听 他就沉溺进去 就自拔不了 所以说 无论你特别喜欢一些 低沉舒缓的音乐也好 特别喜欢一些 高昂奔放的音乐也好 我们都要不要 过于偏在这个方面 都要协调 音乐 工商交争语 对应着五脏 他会要五脏要平和的 这是霍尔 霍笔者呢 笔者所喜 必真修家之业 一定是最好吃的 最美味的东西 一定他喜欢的 我们说吃素 我们吃素 我不喜欢这些高粱厚味 不喜欢大鱼大肉 但是我喜欢吃豆腐 你喜欢吃豆腐 是吃豆腐本身呀 还是吃豆腐那个味道呀 我要把豆腐做成 鱼香味的 我要做成牛肉味的 我要做成羊肉味的 那么我们还是喜欢 那个味道 而不是我们要 汲取它的营养物质 对吧 我们还是有所好的 我们吃素 看我们的素食 现在多丰富啊 什么味道的都有 全部都做成了 动物味道的这种素食 那么说明我们心里边 还是喜欢有这种喜好执着的 你有这样的喜好 可以 但是不要过度的 让自己沉迷在里边 不要产生这样的祸 祸就错了 祸就会产生一些问题 我就喜欢红烧味的 糖醋味的 我不吃 红烧的又有咸又有糖 糖醋的 你却有醋 我不喜欢吃醋的 我们五脏偏湿的时候呢 他就会喜欢 他偏湿那个味道 顺气虚的人 他就喜欢吃咸的 干虚的人 他就喜欢吃酸的 脾虚的人 他就喜欢吃甜的 我们知道了这个规律以后 我们就要适当地去协调 这个口味 货笔者 必 笔之所习 不可认也 货笔者呢 必只会 丰富也 我们喜欢不同的花香 不同的味道 不同的化妆品 现在我有一个朋友 是专门做化妆品的 他说世界上这些化妆品 所有的香味 花的味道 你们喜欢的味道 我都能给你们做出来 调出来 而且很便宜 我们喜欢谈香味的 我们就指纹谈香 哎呀 让我很高兴 一闻到其他的味道 我就不喜欢 这就是祸了 这就是祸了 不可认也 就是不可放纵自己 然后心之所欲 是什么呢 必事立功名 就是功名 名文立扬 我们老法师 一直在告诉我 名文立扬 这都是我们所不能够 不是说不能追求的 我们工作 我们生活 你在生活工作的过程当中 产生这些 给你升职了 给你加官了 给你高的工资了 好 好不好 当然好了 我们有更多的能力 更大的责任 去服务大众了 我们可以收入更多的钱财 去做一些事情了 但是我们不执着在这个 不获在这个方面 有了我就有 没有了我就没有 哪一天你退休了 哪一天你辞职了 调任了 都可以 都可以 不执着这些东西 所以无者必获呢 第一个完了以后 获成之获 完了以后 你就会 因为你偏听偏从 而导致这种 祸患 维生患者不宜 幸灾 维生患是什么意思 导致身体的疾病 通过自己的耳目 鼻口 舌 心 这些 视欲 而导致了身体的疾病 在临床当中 看的很多 糖尿病的 肾病的 多少是通过这样的 来的 通过视欲 来得来的疾病 所以其疫情也 聚乎 第一防之辈觉 这个疫情呢 还是调畅情致 不是意志 情致 我们在这里边呢 要加一个区别 就像防备 这个 住大地一样 防备 这个 叫决堤 我们中国古人 大堤 黄河之堤 一定是要在 黄河 干枯的时候 水稻少的时候 去加防 住地 而不是水性来了 才去住地 那就晚了 平常呢 就要注意 像我们身体好的时候 我们就要注意养生 不能等到身体病了 才去养生 那就晚了 这是我们古人的智慧 其欲性也过乎 俯配之成本 那调查我们的性情 这个欲性 像孙悟空一样 孙悟空 心圆一马 他没有自己的一个 不控制自己的 随意去做什么事情 但是我们人就不行 我们要调畅自己 来节制自己的性情 像什么样呢 像我骑了一匹马 那个马江绳 都要腐烂的一个 快断了的一条 马江绳 我们要实时注意 不能太放纵它 也不能拉得太紧了 一拉得紧了 江绳断了 马就跑了 你放纵了 马就跑得就厉害了 所以要实时的 慢慢慢慢转一转 慢慢转一转 要这样的 你等到了悬崖前头 勒马的时候 时间一拉 马江绳断了 也就完蛋了 所以说 古人的智慧 就是这个样子 在平时养生和养性的 所以只有这个样呢 才能内保又年 让我们身体 达到延年益寿的 这样的效果 而外面性来一样 外面呢 在社会生活工作当中 也不会犯一些罪过 被上级 被执法部门所 惩罚 所以说这是我们古人的智慧 那么在这本书当中呢 我们看这个目录 因为字体比较小 大家可以看自己的书 在书本的目录 它讲得非常的好 我对这个 在学习的时候 既赞叹古人的智慧 又赞叹我们编辑 这部书籍的编者的智慧 他首先把上道立德 知因失果 作为修神养神的第一要务 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呢 再进一步的 以主敬存诚 反共内行 来改过千善 以此之一横的 去都守武常 来尽心节欲 安养无葬 一回我们讲 为什么要都守武常 武常就是仁义离智信 它和武藏是相通的 以孝敬仁义 为至家之道 以孝替传家 夫妇和顺 交子一正 善有相交 为立身处始之根基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修身齐家之道 不仅能够让我们自己 达到了身心安定 夫妻勤色 更重要的是 为我们的子女 创造了一个幸福 和顺 积极向上的一个家庭环境 这样培养出来的下一代 无论是性格 学问 做人 都是清除于蓝 肯定要高过我们的 相信在这样的家庭当中 生活的老人 我们的父母辈 子女一定是 和乐前世 健康长寿的 所以说在五轮关系当中 我们这个夫妻关系 是最终的一轮 首先我们看上道立得 知因失果 这是为修身养神之第一要物 昨天的时候 法师也讲了这样的一个内容 知因失果 因果能够了解因果 认识因果 相信因果 是我们能够自我转变 自我审视的前提 你不信因果 你怎么去改变 你不识道德 你怎么去改变 没有道德是非的观念 观念你怎么改变呢 所以说在这个书上面 就讲了很多 首先像立得 什么是德 君子物本 本利而道生 什么是本呀 孝替者其人之本于 最根本的东西 还是孝替 上对于父母要孝 中对于这个同伦要替 下对于子女要辞 这是根本的东西 还是站在我们这个中年人夫妻 这个角度上来提的 子曰 夫孝得之本也 这个孝是最根本的道德 我们学道德经也好 学孔子的 儒家的 法家的 这些言论也好 这都是最根本的一个东西 那么 至因果了 何弃至详 乖弃至义 详多者 其国安 义者 义重者 其国威 实际上放在家庭里面 也是这样的 所以说 或惜福之所以 福惜或之所福 熟之其极 我们要知道 这个我们为祸一定报恶 为善一定要报德 知道这个才是好的 该得后者报美 我们修扬道德 道德很好的人 一定有 一定是有好的 这样的果报 故约 德莫大于人 而祸莫大于克 就是克伯 前几天我们在学习 这个 太上感应片会编 专门学到了 这个克伯嫉妒这一篇章 克伯嫉妒 相对来说 女性的这个心理特点 会多一点 男性会少一点 不是没有 所以说我们作为妻子的 首先要反省自己 这个嫉妒 克伯 这一个方面的一些过失 嫉妒呢 现在犯的可能会少一点 但是克伯会比较多 对丈夫过于苛责 对和希 自己的父母过于苛责 对子女过于苛责 过于苛责了以后 你就去要求他 做的更多更多更多 这样呢 是导致这个夫妻关系 和家庭关系的 转向一些 恶劣的一个根源 好 我们继续往上看 以主境存诚 反共内行 来改过谦善 一份成定得一份利益 不只是自己的利益 家庭 社会都得到利益 我们要知道去自行 去改变 知道了道德 知道了因果 那我们就去以真诚心 去改过谦善 这是一种主动的改过 不是被动的改过 以独守五常 来尽心节欲 安养五丧 五常就是仁义 理智信 像我们经典 这上面所讲的 像秉真实学问里边 好学尽乎智 例行尽乎 尽于人 知词尽于勇 智人勇 君子之三德 具备了 知识三者 则之所以修身 之所以修身 则之所以智人 所以智人 则之所以智国 能成天下国家义 你知道了 有这三德 我们的立身 就立住了 在家庭里边 你就和美了 在单位上 你也就和美了 你不会有 很坏的人际关系 这是有了这样了 然后就告诉我们 怎么样立人 众春之月 养幼少 养幼少 存住姑 命有思 省领雨 去极库 去智库 目四略 母节 穿则 无力 悲驰 乌焚山连 这就告诉我们 众春之月 就是刚刚立春 春生发的时候 春天是生发的季节 一切生命 动物 都是在这里生育 我们的肝脏 是在这里生发 肝气在生发 也是我们身体 一年的身体 要在这春天里边 得到一个掌养 这个时候呢 一定要行人证 不能过多的去杀 昨天老师在讲课的时候 讲到了一个典故 周围都出现了虫灾了 而这个县里边呢 都没有 虫子呢 就到了他的县的周围的边境上 都不进去了 就派人去考察 主考官和当地的县生 就坐在丧树底下 观察这个东西 与之野鸡跑过来了 知 就是野鸡 野鸡跑过来了 而站在儿童的旁边 都不走 正常情况下 我们看到野鸡会很兴奋呀 想捉住他呀 对不对 野鸡是怕人的 他不是家鸡呀 对不对 县官 那个考察官 就很压抑 就问小朋友 这个野鸡在你的身边 你怎么不去抓住他呀 小朋友就说 这个野鸡呀 马上就要扶小鸡了 应该是 这个野鸡呢 我们这么考虑啊 应该是公野鸡 特别漂亮的那种 是公野鸡 母野鸡呢 在里边 扶小鸡呢 对不对 那么公野鸡呢 就在这里 完全的警卫 警卫大家 怕人过去伤害 他的幼厨 所以说 他就不会抓他 抓到他呢 他那一家老小 没有吃的 母野鸡就要出来 找饭吃啊 公野鸡不能把饭送回去 或者是公野鸡 不能轮换着去扶小鸡 那么这一家不都完蛋了吗 所以说 这就是仁慈 那朱考官一下就 明白了 小儿童 在这个县里的儿童 都能够知道这个样子 那所以的 这就知道 为什么这些龙不能不进他的 质地了 这就是仁正 所以说 人是通哪里的呀 通东方的 属木的 通我们的干的 所以说 这个人是通这里的 那么后边呢 里 是通心的 属于南方 属火的 信 是通脾的 脾 主信 主土 而义呢 是通我们的肺的 智 是通我们的肾的 哪一方面 我们做得不太好 哪一方面 我们缺失 你的哪个脏腑的功能 就受到影响 再从五读来看 冤恨 怒恨 冤恼 烦 也是通着我们的物脏的 你大怒伤肝 容易发脾气的人 你就是不乏脾气 压抑着自己脾气的人 我想生气 我不敢生 我学传统文化 我不能表现出来 我生气 你压在这里面 你也是伤感 也是伤感 心 你恨某一个人 我们从小受到的 这个精神创伤 恨我的父母 小时候就把我送出去 因为为了他们自己的工作 为了他们自己 一两岁就把我 送到爷爷奶奶家去养我 就恨他们 这个就伤自己的心 这是我们传统文化的 中述之道 想违背了 那么我们在条理的时候 一定要去述道 原谅过去所有伤害我们的人 同时要原谅自己 过去我不懂 没有学过这样的学问 不懂因果 不懂这些理论 现在我懂了 我要原谅过去伤害过的人 所以伤害过我的人 也要原谅自己 当时年幼无知 而对这些现象 产生了那么多的误解 让自己身体精神 受这么大的伤害 就双方的 双向的原谅 痞是我们产生能量的根源 产生能量的根源 后天之本 你如果是整天的忧愿 思虑过度 那么伤痞 我们气血生化不出来 身体就会受到影响 相对的脑和烦 也是一样的 对应着不同的五脏 所以说 又以孝敬仁义为至家之道 以孝涕传家 夫妇和顺 交子以正 善有相交 为立身处世之根基 这是非常重要的 这是我们成年人 应该怎么样做的 我们夫妇在家庭里边 这个中心地位 我们应该怎么样做 一定要孝敬仁义 以孝敌 做好这个五轮的关系 特别是交子以正 同盟养正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老法师一直讲 要幼儿教育 从胎教开始 昨天院长和法师 在会上 在交流的时候也说 我们要建立幼儿园 落实老和尚的中心思想 就是这个样子 那么我们在 现在这个社会当中 食物 现在相对来说 对我们大多数的国家来讲 特别是我们 现在的国家来讲 相对来说 是比较丰富的 不存在营养不足的问题 只有营养过剩 不存在营养不足的问题 而 所以健康的养生的关键 就是在自己 自己的心里 自己的社会压力 家庭的暴力 心里创伤 现在的家庭暴力 也是很多的 我曾见过很多很多 年轻的 年长的 都有存在这样的 家庭暴力的倾向 特别是现在 社会的竞争 压力越来越大 这种性格的扭曲 建立了家庭以后 这种家暴 会更大 家庭暴力 不只是这种武力的暴力 而是冷暴力 语言暴力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那么在一家三代当中 特别是像我这个年龄 就是独生子女 我只有一个女儿 上边有四个父母要奉养 下边只有一个女儿 那么我们两个人 就要养这样的四个父母 还要教育子女 那么压力就会很大 同时 我们自己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温女儿现在三十岁 这一周就正式的完成了 所有的医学的培训了 他们大学学六年医学 然后在工作五年去培训 作为一个家庭医生 医院里边待两年 家庭诊所里边再培训三年 培训五年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家庭医生 他现在马上就成为一个合格的家庭医生了 也受到了他整个的这个医务部门的表扬 给了个奖状 前天拿回奖状来了 说他的这个医学的培养的成绩也好 人品也好 对什么也好 拿了个最高奖 谢谢大家 他很高兴 我们也很高兴 那么法师昨天也讲了 他曾经出现一个心理上的问题 这都是我们平时我也是学习传统文化比较晚的 虽然那时候家庭的熏陶对传统文化知道很多 但是方式不太注意 也是一直在我们身边养着养大的 教育他大的 我们夫妻两个都是很好的医生 工作都很繁忙 女儿放了学就跟着我太太去诊所里边 看着怎么治病人在那里 她也很快乐 看着也很快乐 但是上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呢 就出了一点点的问题 就是爸爸呀 我是不是真的喜欢当医生啊 我学医生 是不是从小我们就 我就在一个养生的 医生的家庭里边长大的 而然木薰的 然后你们灌输的 让我觉得我就喜欢当医生了 就比较 处在一个选择方面的一个难关 我说没有关系 这个东西你可以选择 你才上二年级吗 在英国的大学 你可以办一个休学 或者是再换专业 都是可以的 我说你看看你最喜欢哪个专业 你可以转换过去 这个专业 我们不会强迫你的 你一定要高兴 我说我爸爸妈妈 我们很高兴 我们喜欢做中医 喜欢这个做中医 我们又选择了中医这个行业 这是我们很大的姓氏 人生这一大姓氏 我们又喜欢 你才能够做好它 才能做出成绩来 你如果不喜欢的话 你会出问题的 然后呢 我说我给你做心理咨询 你可能不太相信 你就找个心理医生 找了心理医生 他就把他的讲述的东西 心理医生说 小的时候爸爸妈妈对你过分严厉了 可能让你缺少这个自主选择的 这个问题 然后呢 回来给我们回馈 我说我们也没有给你压力 比如说你二年级的时候 你就说爸爸考第二名第三名很好的 我不用考第一名 我说为什么呀 考第一名压力很大呀 你天天考第一 你下次你就想着 我还要考第一 我不考第一 掉了第二名第三名很难看 心理上不舒服 第二名第二名吧 下次不小心考了第一也挺高兴 掉了第三名也挺高兴 我就不穿在心理压力 我这太好了 就这样学习的目的不是为了争名次 而是你学到这个知识 你具备这个知识 从那他就知道啊 不会说为了这个名次去争 就是为了学习 才去这么做 这一点 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呢 就是说他说 虽然你们没有要求我 但是呢 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啊 交流的时候啊 你们会经常提到 哎呀 谁谁谁家的孩子呀 哎呀 这次考得特别好 去了哪什么什么哪地方去了 你虽然没有说我 但是我觉得你在跟我比较 哎 就是我还不够好 我不够好呢 你们就会失望 哎 我说我真的是没有这样的想法 他说 但是呢 我是这么想的 所以说他一直学习很努力的 学习很努力的 就从高中毕业 初中毕业以后 就考到一个很好的 重点高中里边去啊 在英国也是工校里边 呃 前十名的 然后又考到了帝国理工医学 帝国理工医学是在英国是第一名的啊 在全球也是属于 属于前两三名的医学 那么顺利的毕业 拿到了优秀 优秀奖毕业 工作又很好 哎 突然间 两年以前 这有三年了 这样的三年了 我们两个出去散步啊 遛狗 爸爸我有点抑郁了 我说为什么抑郁 不可能的 你这是压力太大而已 我看不出他抑郁的症状来 他说我是抑郁了 我说什么症状啊 他说最近一两个月啊 我上班 那个时候COVID的 就是疫情期间啊 他在急诊上班 哎呀 我开着车去上班 总是想一个念头出来 哎呀 来个车 跟我出个车祸 我把我撞了 我就不用上班了 上班面对的压力太大了 有很多病人 我治不过来 啊 病人有那么多 我又不能花很多的时间 跟病人交流 他们都有规定的啊 一个病人 只有几分钟的时间交流 马上就要厨房又处理 因为人员缺缺缺缺缺缺 所以他的压力很大 啊 我说这是抑郁了 马上跟领导请假 我们调理啊 他说哎呀 爸爸 我以为我告诉你以后 你会觉得很失望啊 觉得我给你丢脸了 我说怎么可能呢 你是我的女儿 你无论做什么 我相信你不会做恶事的 你不可能让我丢脸的 你这是我的荣耀 哎 他就很高兴 然后就我们做了全方位的调理 从医学上 从心理上 从这个各种焦度啊 从这个佛法上 因果上 我们都做很多的条理 去做 很快就转回来了 一个月就上班了 现在 也是非常好的 所以说通过这个例子呢 法师爷在讲 我们也是要父母啊 要学会观察自己的子女 要对自己的言行呢 做一些不责任的事情 很多事情是我们 在孩子小时候 我们不经意的一句话 他就会出问题了 这几天在国际交流会上 我几个师弟师妹啊 带着孩子也来看我 很多都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父母总是觉得 我已经尽我的全力去爱他了 为什么还这个样子 我说你的爱不是他需要的 一定要用他想得到的那种爱 你去爱护他 关心他 这个孩子说 妈妈这个杨伯伯说的真对 我知道你很爱我 我也没有怨过你 但是呢 你那种爱给我是压力 不是我所需要的 你从来没有安安静静地 倾听我的讲话 倾听我的什么 只是说 没关系 去做就行了 所以说慢慢慢慢地就不讲话了 跟爸爸从来不讲话了 几岁以后就不讲话了 爸爸对他失望了 然后自己妈妈又不理解 所以说越来越出现问题了 他知道爸爸妈妈很忙啊 也理解爸爸妈妈妈 他说我已经不怨恨我的爸爸妈妈了 从小一岁多就送到国内去寄养 然后三岁多再出来 我给他试脉一看 我说哦 你这个创伤很大的 在五岁以前 三岁左右可能就已经出现了 三岁左右出现了个创伤了 他说对 我一岁半就被养在国内 三岁就回来了 走以前的时候 我现在还记忆着 爸爸妈妈妈告诉我 我们家住在哪里 门牌号家的环境 那个图片还在我的脑子里边 但是在国内的一切的记忆都没有了 这种创伤 我们有个自我保护的能力 小孩 就是把这种创伤 掩盖起来 但是虽然观察不到 他的内心里面是起作用的 所以这个父母啊 特别重要 一定一定 一定要对自己的言行 我们去做一些反思 所以说 在这个一代 一家三代当中呢 我们自己这中年人的 这个责任是很重很重的啊 我们改变 学传统文化 我自己一个反思啊 在一家三代当中 一家三代当中 最有可能 做出改变的 就是我们中年人 我们的学习能力 知识储备 以及接受再教育的能力 这各方面呢 都有优势啊 我们通过这个传统文化的学习 知因果啊 识道德 我们就会对照反省 特别是弟子规呀 了凡四训呀 太常改一篇呀 我们学过以后啊 一个势力 一个势力的 就给我们摆在我们面前 我们就一个势力 一个势力对照 我有哪些缺失 孝德的缺失啊 德恒的缺失啊 我们就去改 这就主动的改过前善 主动的改过前善 是很欢乐的 心阳气是生发的 我们的心和身 是越来越健康的 和被动的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 我的总结一个 传统文化教育的模式 是什么呢 教育中青年 然后感化父母亲 我们的父母都很顽固啊 对吧 受过的教育 和我们受的教育不一样 他们的观念 已经固有起来了 你想让他改变 他不改变 对不对 这样的学佛 他不一定学 就要通过我们的行为 在家里面的表现 逐渐逐渐让感化他 然后引导少年郎 我们不要压制少年郎 也不要是很逼迫他去学习 这种逼迫式的学习 最后的结果就是完全放弃 成年以后 有能力以后 完全放弃 从此一辈子不再接触 我碰到很多这样的案例 海外我有很多朋友 同修 单亲母亲 费尽心思的把孩子送进了高等大学 一进入大学以后 就和父母亲断绝关系了 伤心找我哭 我说为什么呀 你给他的爱不是他需要的 你控制了他 爸爸没有了 离婚了 然后你又把他占为你的私人财产 控制他 用你的爱去爱护他 小的时候很好啊 给我做生日贺卡 给我做蛋糕 那么小就知道给我做蛋糕 为什么上了大学以后就变脸了 我说他现在有能力去改变了 小的时候他脱离不了你的掌控 很多这样的案例啊 最后我们是要反思的 对少年 对青少年 一定去引导 跟我们一起学习 我包括我对这个 刚才讲的这个例子的小朋友说 我说父子啊 你们两个先不要去交流 谈心是谈不在一块的 几句话就崩 什么办法呀 跟爸爸一起去做运动 一起跑步 一起打球 一起做一些运动 男人之间一定要靠身体的接触 来建立感情 在一起啊 对抗运动啊 做什么呀 大家想想自己和爸爸啊 整天小的时候骑大马呀 做什么呀 都要靠身体的这种接触来建立这个亲情 当你这个亲情建立起来的时候 你就过去抱抱他啊 扛扛他的肩膀啊 开开玩笑啊 这时候你们心就在一起了 你要是在一起说 你说着说着就是 你的错误 我的错误 你的错误 我的错误 就崩掉了 不可能谈在一起的 我就教育我们这个 我的病人啊 回到家 你装作特别喜欢你爸爸妈妈 给他们一个拥抱 你虽然你很不愿意跟他拥抱 很不愿意接触他 你先装着你喜欢他 拥抱过一次以后 第二次你就会主动拥抱了 你就会感受到那个温暖 对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大家一定想办法做到这一点 跟父母跟子女 多做这个身体的亲密的接触 非常重要啊 好 这是一个总结啊 五轮关系当中呢 夫妻关系处在最核心的位置 所以呢 在本世当中 修身其家 众孝道 即夫妻和顺 营造和顺 和泄柔顺的家庭 让中青年夫妻成为改变 家庭关系的原动力 孝顺的子女 可以让老年父母心情舒畅 明英国的子女 可以帮助父母 老年的父母来颤除业障 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一些家庭遗传病 自己的祖辈有类似的病 父母也有这样的病 我们懂了英国了 知道这样的问题所在了 我知道我会 也会身体出现这个 这样的相同的问题 那么就去帮助父母 去颤除业障 做各种各样的功德 要把家庭的这个业力去断除 断除了这个业力以后 在自己身上就不会发生了 我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 我爸爸 我们的家庭 那天我也跟我们一个室友 在一个朋友在交流 我的爸爸的爷爷 是文武全才的 老秀才 曾经到东北当过抗联 抗联打散了以后跑回家来 把组织关系都烧掉了 跑到农村 就缩头乌龟了 日本人来了 给日本人工作 国民党来了 给国民党工作 共产党来了 给共产党工作 等到建国以后呢 他有几个老部下同事 就回来找他 要恢复关系 在干什么 他就不做了 我就做农民就很好 结果呢 我爸爸是老大 家里边的老大 那时候就高小 高小毕业以后 类似于我们高中吧 就考上了我们这个 空军军官学校 招飞 但是因为正审 到他爷爷那里 就不合格 就没有去城 他弟弟呢 几年以后 就考上了石油大学 就顺利地走过去了 所以说这个国家的环境 对每一个人的一生 也是影响很大的 那他教育程度也很高 就在农村里边呢 就当棉蔓老师 棉蔓老师又被 又被这个误告 我奶奶就不让他当老师了 就做了一辈子农民 心情就很郁闷 肝炎 肝硬化 肝癌 在我大学毕业前夕 就去世了 在我面前去世了 我妈妈那家里边呢 就是胃癌的一个家庭 他的妈妈 他的弟弟 我的妈妈是胃癌的 然后又先是肺癌 转移到胃癌 那么他虽然往生 非常的熟胜 欲知实质 按点按时的往生 我们几十个人送他 就这么在我面前 一点痛苦都没有往生了 你就不相信 他又是一个将死的人 所以说 那是让我建立 净土信心的一个 最主要的一个势力 我就知道我自己 我爸爸往生不到五十岁 我妈往生不到六十岁 我就知道 我会备受这个家族的业力 我可能在五十岁左右的时候 身体会出问题 所以说我提前 在五十岁生日快到以前 我就跑去闭关了 六个月 六个星期闭关 念佛拜佛 产出业障 非常好 顺利的过来了 然后几年以后 突然间又出问题了 马上就警示 一座胃镜 急性 硬急性胃溃疡 里边也查出 癌变前细胞来了 癌变前的细胞了 还有一些 这个 六本螺旋肝菌 存在 我们就马上做治疗 正好那一年 很多大法师都过来了 我跟着有短期出家呀 请法师啊 来做功德呀 几年以后 彻底恢复了 没有再进行 就discharge了 今年 前几个月 突然间又给我来个通知 查胃镜 我说 不是已经 discharge完了吗 为什么要查胃镜啊 又一检查 又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我这几年出了问题了 心形上出问题了 马上就颤出业障 几个月又彻底的恢复了 前几天 圣诞节以前 我已经几个月 没有 不是几个月了 七八年了 没有做任何的查体了 在那以前呢 我的血值很低的 水平很低的 我女儿说 那你做个查体吧 我说好 把我的前代线也检查一下 所有的结果出来 这个血到非常正好 但是前列线指数非常高 到了16 前列线癌 开始了 马上就做磁共振 磁共振医生 磁共振的专家 我的专家 我们三个看 95%前列线癌 知诊前列线癌 我说我不相信的 我要求做个活检 做完了活检 这个时候我就又圣诞节 又闭关了 十天在房间里面不出门 上师给我功课 你要做功课 忏悔业障 我就每个认识的法师大德 就回想 我怎么跟他认识的 在这个认识的过程中 心里面对他产生 什么样的不敬的思想思维 我就忏除 然后每一个法师 每一个法师 打电话过去忏悔业障 给父母 虽然去世了 去忏悔 心口意去忏悔 然后诵经 诵经 拜佛 颤除业障 还有两天 就结束了 我的那个结果就出来了 去看 没问题 破检 没有问题 然后前几天都没有管我了 说半年以后再给你做个PSA的检查 没有管我了 我说到已经七八个月了 也没有管我 就问了一下 马上又说 给你做个检查吧 你检查PSA降到2.1 说正常了 又见专家 专家说我不知道你们做了什么样的事情 反正是正常了 但是呢 没没没半年还要再给你检查一下 我说可以 所以说我们这个业障吗 是可以颤除的 家族的业力 我们不要再让它延续到下一代去 我们到这一代 我们有能力去转变 我们要知道能够转变 只是我们要辛苦的做一点 辛苦的做一点呢 不光是为了整个的家族 更是为了我们自己 我们能够顺利的往生极乐世界 在这一生我们所做的 就像我们院长在前几天香港大会上 除了主修以外 还有助修 称除业障做功德 这都是助修 要断除我们家族的这个传下来的这些东西 那么家族传下来的东西呢 用现代科学来讲 就是基因的一个表达 这是我们所要做的一个事情 所以啊 这是我们呢 今天的基本上所有的内容 对于有这个问题的心理问题的人 我们要进一步的去做一些功夫 问答环节的时候呢 欢迎大家去对这些问题做一些提示 我们可以回答 那么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